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就是腰围 臀围 腿围 裤长 在女装上衣的型号当中分为以下几种尺码 比如S码 M码 LXL码还是双XL码 后面是155 80A 160 84A 165 88A等等 S码对应的就是155的码 那80A我们就可以看到155代表的是身高 80代表的是胸围 A代表的是体型 A是正常体型 B是偏胖体型 Z是肥胖体型 Y是偏瘦体型 那么他会在这个尺码当中做出一个相应的标注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尺码的标注对客户进行推荐 通过身高 胸围和客户的一些体型特征来推荐尺码 下面是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L码 170 92B表示身高在170到175之间 胸围在92左右体型偏胖的人可以穿 每个人体型不同这样其实是不太准确的 那么怎么办呢 可能我们就要参照这几个维度去跟客户推荐 比如说肩宽 胸围 秀围 衣长和下摆 这个是我们在日常店铺中非常常见的尺码表了 就是会根据客户给我们提供他具体的一些尺寸数据 然后进行推荐 第二个是女士内衣的尺码 在推荐内衣的时候和女士的上妆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内衣它分为胸围和罩杯两种尺寸 比如说70是它的胸围 A B C D E F 是罩杯 那么我们怎么去推荐合适的这种内衣尺码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胸围是多少 比如说3 2 A 70是它的下胸围 加10就是它的上胸围 就是说它下胸围是70厘米 上胸围是80厘米 它穿这个尺码是合适的 根据上胸围和下胸围不同的数据 就跟客户进行推荐 比如A杯的上胸围就是等于下胸围加10 B杯的是下胸围加12.5 C杯的是下胸围加15 D杯的是下胸围加17.5 这就以此类推 然后跟客户进行推荐 只要客户知道它的下胸围是多少 然后穿什么罩杯 然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它的实际胸围是什么样的 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个尺码推荐 关于下装的一些推荐的维度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标红的这两个 一个是腰围一个是臀围 一般男士在买裤子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腰围去推荐 女士在买裤子的时候会根据臀围去推荐 当然也会参考裤长啊 腿围啊 裤脚啊 这可能就根据不同的身材了 有的人可能就是腿特别粗 可能就需要参照这种腿围啊 等等这样的因素 这是我们常见的下装的尺码的一个型号 26码 就是腰围一尺九 囤围二尺六 27码 就是腰围二尺 囤围二尺七 我们计算腰围的方法 就是囤围减七 比如说囤围是二尺七 那他的这款裤子的腰围 就是二尺的腰围 一般裤子的这个尺码都是这种的 262728 293031 或者男士会有更大的 那这样我们就会根据客户告诉我们 他的腰围和囤围的情况 进行相应的尺码推荐 这女士的也是一样的 要知道这个囤围是多少 然后进行相应的这种裤子的尺码推荐 童装可能在服装当中 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类目 因为儿童首先 他年龄跨度比较大 从刚出生一直到成年之前 另外身材差异比较大 而且他的服装类型也有很多 除了我们正常的上衣下衣之外 还有什么哈衣 还有联体衣 外出服等等不同的这些东西 但我们在推荐的时候 都是不是非常容易的 儿童常见的尺码 就是下面四种类型 第一个通过这种的 50 55 60 这种标记基本上就是 中小童的按身高的这种标记 就是身长多少厘米 85厘米 类似这种的标记 像4码 6码 8码 10码 12码 这也是一种尺码的标记方式 像这种70 80 100 可能就是中大童的一种身高的这种标识 下面就像我们成人一样 SML这种方式 就是去标记的尺码 那么我们在推荐儿童尺码的时候 首先要对自己家产品的尺码情况 非常的了解 因为有的产品本身就是偏大的 有的就是偏小的 第二呢 就是要尽量的让妈妈来提供孩子 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数据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穿的 不是非常的合适 或者是问一下他之前购买的是什么尺码的 来进行相当的一些参考 鞋子推荐基本上是根据脚长 大人的鞋子基本上就不太用讲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己穿什么样的鞋 很少有人过两年脚会长 除非比如说有人脚面高 可能需要大一码 有人脚宽 可能需要大一码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的话 可能都是比较标准和正常的 特别要讲一下的是关于孩子的 就是童鞋的推荐 很多小朋友在生长过程中 就买鞋子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第一鞋码是不是标准统一的 第二如果在网上买鞋子 孩子不能亲自去试 那可能对于家长来说 就会比较担心 因为鞋子如果不合脚的话 对孩子来说是影响它的正常的生长发育 而且不跟脚容易摔倒呀 或者穿的不舒服 那这样在推荐铜鞋的时候 我们就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可以了 就是首先我们确定这个鞋子鞋长是多少 要非常轻 就是内长是多少 第二个呢 就是要给孩子量一下脚长是多少 一般情况下就是孩子的脚长加0.5到1厘米 等于这个鞋子的内长 那这样的尺寸孩子穿的是合适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尺码推荐 需要注意的几个注意事项 第一个是一定要区分不同人群的尺码 不同的人 他不同的身材 他的尺码是不同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中老年的服装 运动装 男装 童装 可大不可小 比如说少年纪的叔叔阿姨 或者是小朋友来说 都是在推荐尺码的时候 宁愿推荐大一码 也不要小一码 一般中老年都不太喜欢穿非常紧身的这种衣服 而且运动服本身就是比较宽松的款式 如果尺码穿的小也是不好看的 第三个是注意面料 因为有些面料是有弹性的 如果说我们尺码推荐的 像这种弹性很大的面料 如果说本身就是修身款 然后我们如果推荐尺码很大的话 穿上是没有效果不好看的 第四个呢 就是客服在进行尺码推荐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只是建议 一般不能给予非常肯定的回答 比如告诉他 您穿这款保证没问题 你就穿这款就可以 因为我们并不能非常准确的了解 对方的身材是什么样的 我们客服给到这样的尺码建议之后 最后还是需要买家自己来去做决定 这个是来说比较妥善的一种处理方式 关联销售有哪些方法 首先第一个搭配法 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通过比如客户要买一个上衣 我们给他搭配一条裤子 或者搭配一条裙子 是一个印花的上衣 然后店铺做了一个戏风裤 作为他的一个搭配套餐 如果要是搭配购买的话 可以享受价格的优惠 客户在咨询这款上衣的时候 在咨询这款裤子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直接向客户 推送这款搭配套餐的链接 能够带动我们店铺的整体销售 和客单这样一个提升 只要是自己家店铺有的产品 都可以通过搭配的方式 第二个方法叫做朋友家人推广法 像朋友家人推广法这种方式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聊天基础的情况 客服说价格很低了 就在溢价嘛 客服说怎么这样呀 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 一起购买 然后客服说写着送不送 不是误导消费者吗 这肯定是就是需要满多少 才可以送一个赠品这样的活动 那这样呢 我们的客服就会推送说 看你亲戚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一起购买 大家共同享受到这样一个优惠政策 比如满送满简满包油都可以 那但是就要配合咱们店铺的一些 运营活动的一些策划 第三个方法叫做补灵法 比如说这款小铜的T恤是48块5 这款呢就是2块5的一个罢卡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推送和关联 让客户取一个整数进行付款 比较适用于一些客栈价 相对来说比较有整有灵的产品 然后会设计一些相对来说客栈价比较低的产品 去进行搭配和关联 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迎合了买家一种购物心理 大家会觉得整数付款比较方便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购物的心理呢 做一些店铺的一些搭销的活动 第四个呢是新品推广法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店铺运营方案的时候 会借助当季的一些热销单品 去带动下一季的新品 比如说这个店铺客户来咨询了之后 我们会通过客服的这种快捷回复的设置 去推送店铺的夏季的主推的这种热卖单品和新品 然后带动店铺的这种整体销量 或者是说直接把这个新品和我们当季的一些热卖单品 做成搭配关联的这种套餐 通过客服向客户推送链接 进行拍价格购买都是可以的 最后一种方法叫促销推广法 就是给到客户一些优惠 一般情况下这种方法比较适用于店铺清仓 反击销售清理库存等等这种情况 通过客服向客户进行推送 配合我们店铺的一些整体的运营思路 然后共同的去提升客单价 这款防晒衣它客单价是比较低的 28块8 我们就会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比如说买两件减5元 买三件减8元 然后我们在客服进行接单的时候 就可以给我们的买家进行推送这样的活动 您可以如果买两件就可以享受减5元的优惠 买三件就可以享受减8元的优惠 当然这种促销的方式就很灵活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在进行关联销售的时候 有几个注意事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第一个是需要把握时机 我们在做关联销售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合适的时机 本来客户已经购买了 但是他还没有付款的时候 这个时候做关联销售是最有效的 正好两件可以合并付款 如果说等这个客户已经购买下单付款都完成了 我们再做关联的这种推送 那客户可能就无非就是要么再重新拍一下 要么就需要把以前的订单申请退款了 或者是说关闭了之后再重新再两件一起拍 那这样只要是给客户带来麻烦的行为的话 都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订单造成风险 有可能连之前的那个订单都没法进行正常的这种交易了 第二个就是给出买家一个可以打动他的理由 比如说在推送关联销售产品的时候 要告诉他如果说你两件一起买 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优惠 有什么样的利益 然后去打动他 然后接受我们的关联销售 第三个呢是关联销售的宝贝要配合店铺运营推广的节奏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当季的一些热卖单品 去带动我们新款的一些宝贝的推送 那我们客服在进行关联销售的时候呢 就需要配合到店铺这些一些产品方面的策划 和运营方面的一些节奏 第四个就是对于要进行关联的产品呢 要提前做好学习和准备 特别害怕出现一种情况 比如说客户本来要买个上衣 我们有这种关联销售的意识 像推荐一条裤子 客户就随口问了一句 这个裤子缩水吗 或者说这个裤子是什么面料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打不上来 很容易让这个买家造成不满 然后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之前那个订单的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就是关联销售后不要急于促成订单 根据客户的不同反馈再决定下一步的动作 再给客户推送了我们关联销售的产品之后呢 就不要再去促单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非常急于让客户拍下付款 那会造成客户非常的反感 因为我们在给他推荐了产品之后 他需要考虑 需要时间去想 他是不是需要这款产品 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搭配的形式 那这样我们就需要根据客户不同的反馈 再确定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说这个时候要急于求成的话 就非常有可能造成客户连低贱产品都会帮你购买这种情况 就得不偿失了 通过催负款的动作可以有效提升店铺的支付率 还有帮助我们店铺梳理我们提升的销售额 在催负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首先关于无敌客服必杀机制催负五部曲 一个客服在进行催负款的时候 也是要有流程和节奏的 第一步订单挑选 什么样的订单适合进行催负 第二步把握时机 在什么时候进行催负才是最好最有价值的最容易成功的 第三步匹配工具 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催负 第一次步制定话术 怎么样进行催负 说点什么 第五步叫做结果备注 那么我们通过催负的动作之后 有没有达成催负的目标 那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备注和反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订单挑选 我们在挑选催负订单的时候有两种维度 第一个是按拍下时间催 根据买家不同拍下的时间 然后我们来制定催负的话术 第二个的是按订单金额催 这个顾名思义了 课单价高的买了件数多的肯定是我们需要重点去催的 但是课单价高的买了件数多的成交金额高的这些订单 它的催负方式和普通订单也是不同的 第二步叫做把握时机 不同时间节点的订单 什么时间进行催负 这里面是有技术的 首先上午的订单 上午的订单就是从客户一上班到中午12点这段时间 这部分订单比较适合在当天12点之前进行催负 因为时间再长可能客户就已经下线了 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或者是客户都忘了买过这些东西这回事了 当天下午的订单就指的中午12点到下午5点之前 因为一般情况下店铺的客户都是5点进行交接班的 这部分订单呢就需要在5点之前进行催负 同样到底首先就是客户能够保持在线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客服在下班之前 需要对自己当班的客户进行一个催负的动作 傍晚订单呢是需要在当天的10点就22点之前进行催负 再有就是半夜的订单了 半夜订单就指的客户下班之后 一般情况下客户在线时间会到晚上的12点或12点半 客服下线之后 如果说有店铺静默或者是拍下之后 没有付款的订单 那我们就需要在次日上班之后 10点之前进行催负 催负的频率 订单金额比较高的大单 不要用同样的方式重复催负 要特别注意分寸和频率 比如说旺旺 这个客户我们一看买了十几套产品 或者是买了十几件衣服 客单价一千多块钱 我们都特别想他能够正常的完成交易 就不可以在旺旺上 频繁的和客户进行沟通进行催负 这样客户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当这种大单如果说时间相对比较长的话 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电话催负和客户进行沟通 如果他在购买过程中 可以询问他一下 有什么疑问 没有达成交易 或者是没有进行付款的动作 然后帮助客户解决他的疑义之后 在最后完成交易的金额 另外像店铺有一些客单价比较高的产品 比如卖乐器的卖萨克斯的可能有两千多块钱的 类似这种的如果客户下单之后没有完成付款 我们也最好采用电话的方式和客户进行沟通和催负 第三步匹配工具 除了我们通过网网和客户进行沟通之外 还有很多的工具是可以用的 首先最多的是网网 第二个是站内信 通过站内信可以和客户进行沟通 另外的话邮件也可以 这是我们日常比较用的免费的工具 我们还有一些付费的工具也是可以使用的 比如说电话 通过电话我们可以直接有效的和客户进行沟通 并且催负 另外的话通过短信也可以进行催负 再有就是通过第三方软件 现在在卖牙中心后台有很多的第三方软件 都可以进行定时的短信发送和催负的这种提示 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 工具的选择和方式的使用 也要结合到具体的一些情况 订单的金额 时间 还有就是这个客户的级别 比如说有一些店铺 特别注重老客户的维护 对于老客户 我们肯定就要采用 相对来说比较直接和让他感受更好的这种方式进行催负 话术制定 在催负过程中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用什么样的话术跟客户进行沟通 决定了他是不是能够接受 所以我把它叫做催负中的小调调 我们在制定催负话术的时候 要有不同的一些内容 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拍下核对地址和快递以后 立刻进行催负款 就这种正常的订单流程 客户已经拍下了 我们核对完地址和快递了 这个时候如果客户没有付款 我们就马上要进行一个催负的动作 起的话术就是今很高兴看到你拍下了产品了 这地址对吗 先核对一下 发什么快递您能收到吗 为了尽快给您发出 请您尽快付款吧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催负的动作 第二种情况 满足包邮条件 改好运费后的催负 比如满检 然后满包邮这种情况 或者是需要克服手工修改邮费的情况 当我们在帮客户修改完邮费之后 就需要进行一个催负的动作 既然运费已经改好了 尽快付款吧 付款后才能尽快给您安排发货 或者是折扣已经帮您改好了 申请了好久 希望您尽快付款 期待您付款的好消息 第三种情况是咨询完相关问题后 催客户拍下并付款 强调报款和库存 就是客户来了之后可能会有些疑异 当我们给它解决它的疑异之后 就需要主动的去跟客户进行一下催负 我们要这时候要强调 比如说您选的这个是报款 很多都在抢购 如果要是拍下点库存 为了防止您拍下的宝贝被抢走 请尽快付款 就还是要营造一种抢购的氛围 然后让客户有这种紧张感 尽快进行付款 第二个就是经营这款宝贝很热销 同时时间很多买家购买 你眼光真好 不知道哪方面有疑问 需不效我的帮助 然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引导 如果没有疑问的话 那可能就要催客户 尽快的去付款 第四种情况 就是拍下订单以后 可以根据当店的发货时间 前20分钟催付款 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发货了 如果你现在付款 当天就能发出去 如果现在不付款 可能就需要第二天 或者需要等更长的时间 才可以进行发货 通过这种利用 他们想要尽快收到货的心理 进行催付 第五种情况 就是交易关闭前半小时内催付 必要时可以电话联系 比如说具体的话数就是 看到您在活动中抢购了这个宝贝 这边没有付款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过一段时间交易就自动关闭了 如果说要是有别的买家 会在有货的时候支付掉 你这边就失去这个机会 一般比如说店铺参加的计划算 或者一些活动 来购买的客户比较多 我们为了提升他的这个活动的支付率 也是需要进行一些活动方面的催付的 就可以用这样的花束 去跟客户进行催付 通过几个案例 我们看一下 通过催付 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 比如说 这个客服说了一句 喜欢就尽快付款 这个客户说犹豫 那客服就说 您派了这个套餐 是我们家爆款 大家都在抢购 犹豫哪个方面呢 这客户说你们的服务 客服就不明白吗 这客户说太慢了 还没有礼物 然后客户说 主要现在产品质量很不错 小礼物都是次要的 什么什么的 然后客户说 好算了 不计较的发货 通过这个催付 我们知道了客户的疑虑点在哪里 原来是因为没有礼物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我们的催付 就可以知道 打消他的疑虑 然后从而挽回了这样一个订单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通过催付成功晚单的 比如客户说 肯定是客户前面说去联系他 为什么没有付款吗 这客户说我不想买了 申请退款吧 然后客户就说怎么了 客户说昨晚付的款 最快要今天才能发 不是你们的原因 就是不想买了 然后客户就发了这样的一些表情 就其实就在示弱嘛 电脚立威 都是正品 只为销量 蓬蓬厂吧 这客户说好吧 客户说借心的理解 然后这个订单就顺利的拍下付款 然后发货 这样就是通过客户的催付 也会有这样一些晚单的这种效果 其实还是非常好 非常不错的 最后一步 备注结果 当我们完成了以上的催付动作之后 我们要把催付最后的结果进行这样的备注 对于已经催付 但是没有付款的客户 要根据备注进行跟进再一次催付 然后从而提升店铺的成功付款率 对于已经付款的 我们要尽快的跟他安排发货 对于我们通过催付 还没有付款的 要积极的进行备注 然后通过其他的方式 再次进行催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